我不是有病,我是喜欢你,倘若真有病,病名为爱。 半夜,末,游走在街上,收到这条说发给她的短信时,她忽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,男男女女牢牢少少也罢,路过行人匆匆也罢,城市里灯火安家,却没一盏心灯为我而亮。 或许曾经是有的,如今也熄灭了,这这么有点像遗书,她已经,大事已去佛,发疯似的奔了起来,在空荡荡的大街上,鬼影没魂搬,到了车的宿舍,这楼梯像是无尽的,疑惑便宜的投影。 她颤抖着,推开那扇并没有锁住的门,桌的房间里,堆满了有千名的足球,海报,奖杯,怎奈何,满人春色水雷煮,吃了,她欺然一笑,身后的门不知不觉口上,掰扣尾巴草。 二,某天,薛阳心情极好的打扫房间中,小星辰刚打开门,就被一大驼灰尘呼住脸,嘖嘖,不就是结个婚吗?用得着这么打扫吗? 小星辰想,她把薛阳手里的扫把拿过手中,把薛阳按到沙发上,你坐着,我来扫。 薛阳喜滋滋的坐在软软的沙发上,笑容型的逆人,他道,道长是舍不得让洋洋干活吗? 薛阳长红脸,低筒扭着一脚,道,道长,要不要这吗?小瞎子和宋道长还在旁边呢? 薛阳直直无误的说,阿姨吻的宋子琛,呵,还知道我们俩在这个啊,这两个不要脸撒狗粮的。 小星辰在薛阳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,不用管他们,我们结婚就让他们去狗粮吧。 薛阳一笑,一颗小虎牙露出来,心里想,对哦,就让小瞎子和宋道长去狗粮吧。 二人然,三,魔刀祖师望线同仁,蓝二哥哥,魏无线将头放在蓝旺基正在写字的手臂上,蓝旺基微微先头,道合适,魏无线手中拿着陈琴, 道,我们去叶列吧。 蓝旺基闻言停了笔,把他的头从手臂上覆起,看着他道,你还欠我一次。 魏无线,蓝旺基看他不说话,挑起嘴角,继续道我说过的,天天就是天天,少一次都不行。 魏无线这个,怪他啊,他不就是去薛阳和道长家,蹭了个饭,然后侧住了一碗吗? 啊,薛阳这个小气鬼,居然就向蓝旺基告状,害得他在房里待了三天啊,他是怎么过来的? 还且,魏无线反驳,我都陪完了,三天啊,说到最后,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。 蓝旺基看着他,将他抱起来,放到他上,俯下身子,道,我们还是把今天的补上吧,叶列什么的,明天再说。 魏无线,白墨白,死,险爱,离,可吐鲜血的小舟,正在被一顾人员抢救。 协会终于开完了,苏俊优雅的起身,简单整理了一下领带,这秀的武光好像比任何事物都要平静,好像那个用自残行为证明,喜欢自己的男人,跟自己完全没关系一样。 妈,他自不自残血流,多少,根本就与自己无关,是他自己想要自残的不是吗? 苏俊把这些抛到脑后,走到半路刚好路过,请等一下,刚刚被抢救过来的小舟撑着虚弱的身体走到苏俊跟前,我跟你说些事情。 然后,因为之后我又晕过去不知道晕了多久,可能晕了至少一天吧,我无数次想过我醒来的时候身边能有你,毕竟我已经证明了我是喜欢你的。 苏俊不以为然,你知道的,我不爱你,小舟还想说什么,却因为情绪慌乱伤口,再次撕裂开又一次晕了过去。 苏俊不以为然,真的不以为然,一小时后,医生宣布,小舟失血过多死亡,没能抢救回来。 这一瞬间,突然袭来的窒息感笼罩了苏公子,捂住心口却发现呼吸都困难,刚刚还叫住自己跟自己说话的人,现在却没有了呼吸。 这算不算是,我杀了他,苏俊的心理竟然极度压抑。 他冲击药房,将整整两瓶安眠药灌入口中。 包一郎,内容多为网络搜索,进行删除处理,忘理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我会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志位